美政加大对俄网络攻击力度 特朗普 假新闻 纽约时报在叛国 美国纽约时报15日曝光 美国加大对俄网络攻击力度 并将AE软件植入了俄网斯电网系统 对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否认 指责纽约时报是人民公敌 15日 纽约时报援引多位现任及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话 发文称 美国正在加大网络入侵俄网斯电力网络 以此作为对俄网斯的警告 如果与俄网斯发生重大冲突 美国也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 CNN援引纽约时报消息称 去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授权法案 而美国此次入侵俄网斯电网的行动 似乎是在这一法案框架下进行的 受访官员还透露 他们认为特朗普还不了解相关细节 但对特朗普针对俄罗斯行动将如何反应 表示担忧 报道还称 目前 白宫 国防部下属机构网络司令部司令保罗 中增根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拒绝回答相关提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也拒绝置评 但他们表示 不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被媒体公开报黑料 特朗普立即发推否认 并愤怒回对 你能信吗 失败的纽约时报刚刚报道说 美国正加大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 这是真正的叛国罪行为 来自一家曾经伟大的报纸 他如此迫切地想写报道 任何报道 即便对我们的国家有害 并且 这 不 是 真的 特朗普略显愤怒地在推特上写道 随后 他还补充说 如今我们的假新闻媒体上什么都能出现 他们什么都做什么都说 不管代价是什么 甚至丝毫不考虑后果 他们是真正的卧夫 并且毫无疑问 是人民公敌 不久 纽约时报便回复特朗普的推文 并正面反击 指责媒体叛国是危险的 该报还强调 在我们公开报道前 我们已经向政府部门描述了文章内容 正如文章所提到的 特朗普总统您自己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说 没有担忧 总统与媒体这轮公开交手 也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只是简单回复一个对字 疑似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但大部分网友则在指责特朗普 你谴责纽约时报关于美国发动对俄罗斯网络攻击的报道 同时却为了俄罗斯发动对纽约时报的网络攻击 我认为你每天花了太多时间在推特上 你也许应该做一些别的事情 而不是日复一日的发牢骚 这种指责听起来很像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 更多证据表明 特朗普才是人民公敌 这轮交手 谁更胜一筹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